到内蒙古乌兰茶部吉宁南站了 刚刚下火车 坐绿皮火车从山西大同过来的 用了两个多小时就到了 看一下这个是战前广场 等一下我就准备在火车站附近 找一个便宜的小宾馆 看能不能找得到 我发现一个惊人的情况 在火车站的旁边有很多山西刀削面 看一下 我有一种还没有出山西的感觉 我刚才转了一圈 我发现宾馆最多的地方 就是火车站对面这边了 餐饮店便利店都很多 还是很方便的这边 现在已经12点多了 我先吃个饭 然后再找宾馆 看一下这边基本上都是 兰州拉面最多了 这边还有一个 来看一下内蒙古的兰州拉面 跟别的地方有啥不一样 大份的 上面是牛肉 香菜葱花 看这个面 很劲道 拉得很细 我在汤里面加油了 有的地方 他们的拉面是清汤的 每个地方都有不一样 来这儿有醋 去了一趟山西 学会吃醋了 这里边的宾馆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多啊 还是有点散啊 这边有个招待所来看看 这里边贵不贵 有那个住宿没有 有的 你们单间多少钱 203 开这门的 哎呀 这房间可以啊 这么大还有窗户 两张床 还有电视 水壶充电的 就是没风扇啊 看能不能讲一下价格啊 这种还能优惠不能啊 不能最低40 哦那我再看看可以的话再过来啊 这边还是一个招待所 这边还是一个招待所 老板 有单间没有 10 呃 单间多少钱 1,10 哦 在几楼啊 能不能看看 一楼啊 你看吧 101 101 哦 您这儿没窗户的 哦 这没窗户 我看你们这边都是没窗户的 嗯 嗯 不算有窗户 我来那40块 这里边太干了呀 房间也不大了 你说这个有窗户的是40是吧 对 那算了一件吗 算了一件 40 你这个你带窗户的还能优惠不成呢 嗯 就40了 嗯 那行我刚过来 我我再稍微看一下 可以的话我再过来啊 这边带窗户呢 基本上都是40起啊 都是不再讲价的啊 前面有一个旅店 过来看看啊 哎呀是个凉店啊 我以为是旅店的 看错了 乌兰查布他们这边外来人口比较少啊 又不是什么旅游城市 所以说这边的住宿业不是那么发达感觉啊 宾馆很少不太好找 我发现他们这边有好多凉店啊 他们这边的公共卫生间好密集啊 基本上每个路部都有啊 并且这种指示牌啊随处可见 没有房间啊 有单间没有 没有了 没有了 啊 哎呀这边的房间还是挺紧张的 这边的情况和大同差不多啊 都是一房难求啊 哪有哪有旅店 我住啊 我住啊 远不远 现在是住的 住的啊 啊 呃 有单间没有 有 呃 远不远啊 不远 在这个小区里面是不是 嗯 那等于是你自己自家的房 哦 对 哦 哦 哇 这是一个居民楼啊 嗯 再几楼啊 二楼 哦 这里面挺大的 嗯 这都是改造的啊 嗯 你看哪个时候亮点有没有 这个 哦 这个是最亮的 嗯 这个是一个 是一个阳台改造的 嗯 这光线可以 它两张床 嗯 自己住啊 哦 你的充电在这儿充 嗯 你的工位在哪 工位不远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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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就这个就是啊 啊 这个 刷牙洗脸啊 都可以在这儿 洗澡应该是 有 嗯 嗯 网络应该有哈 有 网络在哪个位置 看 我远不远 哦 在这儿呢 哦 这距离可以 你还有没有别的方向呢 我再对比一下 就是除了这个还有没有别的 嗯 有差不多 这一个呢 嗯 这是三张床了 嗯 这边 哇 有防盗床这儿 嗯 这晚上不热啊 应该 不热 这边温度 温度低啊 我看你们这边都没风扇 也没空调啊 就这边的 要盖被 晚上还有盖被子 不盖被子冷了吧 终于搞定了 30块钱 三张床呢 最主要我是看中了 它这边的窗户啊 采光比较好 透风也比较好 看一下 这个房间也不算很小啊 这边一个桌子 可以当办公桌 然后坐在床上 这个床可以当凳子 充电的话 是在这边充的 充电不是太方便 这边还有一帽钩 锁的话没问题 可以反锁 公共卫生间和网络 在这个方向啊 出门不远就是 墙的话这边是石墙 这边不是石墙 不过这边是房东自己住的啊 这个噪音也应该没问题啊 这个离活人不远啊 大概就是200米左右 交通啊 吃饭啊 购物啊 还是很方便的 这个位置 这个没有风扇 也没有空调啊 因为他们这边用不上空调和风线啊 看一下 晚上他给我准备了三条被子啊 晚上 房东说还要盖被子呢 怎么样 30块钱 三张床的 带窗户的 在乌兰查布火热站附近啊 这个降格还可以吧 大家感觉怎么样